詞曲 李宗盛 爱不着酒 把梦醉一道 生死也寂寥 贪一个拥抱 管他吃鱼藏 妨碍去逍遥 天那么高 人满心山围绕 伤遍人间多少味道 爱恨逃逃 全都一笔口笑 只想好好把我尽照 你那么好 我用一声祈祷 带着你将福利逍遥 只要心还跳 就有我逗你笑 带着你慢慢变老 天那么高 人满心山围绕 伤遍人间多少味道 爱恨逃逃 全都一笔口笑 只想好好把我尽照 你那么好 我用一声祈祷 带着你将福利逍遥 只要心还跳 就有我逗你笑 全程你慢慢变老 想不到堂堂一个清澄派的掌门人 竟然会暗中做这种坏事 难怪会交出这种禽兽不如的徒弟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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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来的狂徒 但敢偷看我清澄派练武 路过 路过 师父 这就是华山派的灵狐冲 于冠主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闯入你们练功的地方 都怪那只仙鹤 它硬把我带到这里来 你放心 回头我就把它宰了吃了 胡说八道 师父 他就是来捣乱的 人间不得无力啊 原来都是客 信我看了 君子剑不愧为君子剑 一字一句都充满了君子的风度 灵狐贤旨 这则害你被遵师责罚 于某实在过意不屈 于冠主你千万别这么说 都是晚辈太过鲁莽 晚辈应该被罚的 于冠主 家时特命晚辈 背上一份厚礼 还望于冠主 看在两派交好的份上 尽释前嫌 岳掌门实在太客气了 人结 请你们回去转告岳掌门 卿城华山两派一向交情不错 这次不过是弟子们有点顽皮 你们不用太认真 于冠主真是海量 那如果于冠主没什么教诲的话 晚辈先告辞了 晚辈告辞 好 走 大师兄 你没事吧 大师兄 大师兄 这一招就是我们卿城派的 平杀洛艳势 大师兄 大师兄 明湖先知 你好好记住啊 走吧 冲儿 没事吧 没事了 那个渔沧海也真是的 身为一代宗师 居然如此偷袭一个晚辈 冲儿 你怎么能偷看人家习武呢 这可是犯了武林大计呀 难怪人家鱼贯主会对你动手 师父 我不是故意要偷看的 再说了 他们那招也是偷学来的 叫什么 叫辟邪剑法 听说是他们锦衣卫都统 林远途的家传武功 不行我刷给你看师父 这不是师父留下来的 那几招残招吗 怎么会被清城派学去了 还跟林远途有关 林远途 林远途 师兄 你忘了 他的孙子 就是现在掌管京城的锦衣卫都统 林振南 虽然武功一半 可是为人仗义 深得皇上宠幸 武林中人也肯给他面子 我们曾与他有过锦面之缘的 我想起来了 要说林家跟清城派 倒是有几分恩怨 当年的林远途 就是以七十二路辟邪剑法闻名 的确打遍了黑道无敌手 而且 又有朝中的锦衣卫之旨 甚是威风 当时白道就有许多人 见他太过威风 就纷纷地找他去鄙视武艺 而长青道长 就是在他的辟邪剑法下 输掉了几招啊 师父 鄙武 鄙叔就结怨 这长青道长跟于沧海 同一个德行 鄙武 书招 虽然算不了什么深仇大怨 更何况当时林远途 早就已经成名了 是前辈的英雄 而长青子 只不过是个刚刚出道的 小道士罢了 后生晚辈输在前辈手里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听说啊 这长青子在三十六岁时 就已经逝世了 我想 可能是心中放不开此事 才郁郁而终 这也是有可能的 这事隔数十年 于沧海突然带领弟子 一起练辟邪剑法 这倒奇怪了 我想 应该是这个倾城派 心胸狭窄 他们为了报仇 所以不择手断跑 为师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 这个林远途要比长青子先死 按说于沧海要报率仇 就应该去找林远途的儿子 林仲雄才对啊 但又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挨到如今 才想起了动手报仇 这于沧海 臣府甚深 谋定厚动 看来林家 和倾城派 会有一番恶斗了 师兄 那如若打斗起来 胜负如何 于沧海的武功呢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已经在长青道长之上了 而林阵南的武功 外人虽不知底细 多半是急不上乃祖 这一进一退 还没动起手来 林家就已经输掉了七成了 再说这林阵南已告老还乡 再也无事可疑 我看这一次啊 青城派暗中下手谋定厚动 这林家避数无疑 已无悬念哪 倘若林阵南 倘若林阵南 妖得娘家金刀门相助 倒还可以斗上一刀 师父 要不要去通报一声 以免那个林家遭遇沧海毒手 胡闹 江湖恩怨不得干涉 可儿师父 不是说要中牙异道吗 闭嘴 为师自有安排 我还有个任务要交给你 下个月十五 就是你刘师叔金盆洗手大典 你替为师背上一份大礼 就说为师随后就到 是 师父 刚从四川回来 现在要去衡阳 难道我林狐冲 真是个劳碌的命吗 如果小师妹 知道我这次又要走 她一定又会生我的气 小师妹 小师妹 你在干吗 快上来啊 大师哥 你说人死了以后 会是什么样呢 是不是就没有痛苦 没有烦恼了呢 人死了之后 就什么都没有了 快上来 什么都没有了 那也比像个傻瓜一样 待在华山上墙啊 你走了一个月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盼回来 你又要走 与其这样 我还不如 好好好 都是大师哥不好 你先别动 大师哥来救你 别动啊 大师哥 你别过来 这个树枝很容易断的 你要是过来救我 你会跟我一起摔下去的 要死一块死 大师哥 你真好 必须的 我们回去吧 走 吓到你了吧 你呀 我屁鬼 快 我 哎呀 我的脑袋 小姐妹 快起来 我的脑袋 你没事吧 没事 你没事吧 大师哥你真好 你居然肯问我去死 我不想死都被你吓死了 怕什么 这个我已经做过好多次实验了 没事的 我听说书的人说 黑木崖上的人 他们也是用这种办法下山的 对呀 好像还有其他的办法呢 下次我再做实验给你看啊 还有下次 能不能不要再有下次了 可以啊 不过你还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死奔 死奔 为什么要死奔啊 你说 我们现在在华山 爹要不删我们读书 要不就叫你出去办事 你说这一次 你一去就去一个多月 好不容易把你给判回来吧 你又要走了 我